你在干嘛 年纪轻轻的不学好 你是不是想偷我东西 那个这是你的车吗 这不是我的车 是你的车吗 你这里面放了这么多东西 然后你人走了 车窗也没有关 我在这里帮你守了两个小时 我没有偷你的东西 后面我又是要走了 我就拿个纸壳子 这样子给它盖起来而已 哦真的误会了误会了 对不住对不住美女 真的不好意思 我走得也急嘛 所以说去办事情 我就没有没有注意 所以说感谢感谢 真的感谢 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吧 吃饭就不用了吧 既然你人已经来了 那你就自己看着爸妈 我走了 哦 好人啊 堵车了 怎么停在路上 哇美女 先说话 什么情况 不好意思啊 我那个车胎到了 可能要稍微堵一会儿了 你们要等一下下 哦是你啊美女 哦 哦是你啊 刚刚都还没有好 谢谢你 人才报了是吧 哦对对对 我已经打电话 叫我朋友过来帮我弄了 我一个人换不动 但他还要一会儿 可能要稍微等一下下 我来就行了呀 我来我来我来 刚刚都还没考 我感谢你 那我来 真的太好了 我看一下 我来看一看 怎么报的 我不知道啊 我看到仪表盘上有报警 然后就没敢走了 下来一看就这样子了 是不是 砰的一下就报了 哈哈哈 车上有工具吗 有 但是我一个人弄不动 螺丝都拧不动 我来 一个女孩子开这么大的车子 我平时喜欢去路营啊 越野啊 这些车型大一点的方便 这确实好 大哥今天辛苦你们了 辛苦辛苦 谢谢 来谢谢 谢谢 你们怎么会想到 跑到我们山上来 我们也是准备说 过来看一下茶叶 我想到这个地方 来做一下茶茶 今天真的是一个巧合 真的谢谢你 真的 我要谢谢你们 给我换车胎了 没事的 这张张呗 你去做嘛 这种事情我来 好好 我这朋友 我也帮不上什么 没事 真的 我来 好了 明天 今天就是太感谢你们了 来 发发汗 你好 谢谢 本来今天应该请你们吃个饭的 但是家里面安排了伤心 我得去应付一下 没有 没有 说真的 今天要是不是你跟我们守着 我们的损失会更大 说真的 我们还挺有缘的 这个发音员是我请你车 你不是说要去乡亲吗 能不能带上我们 我们去给你拔拔瓜 嗯 也行吧 反正你们不建议的话 也可以一起去 反正也就是应付一下 没事的话就跟他后面就走就行了 好 好 我走 来 你走前面 好 走 走 请问您是咱们介绍来的吧 你好 好 不好意思啊 那你久等了 路上出了点状况 坐吧 表哥 表哥 发点什么呢 嗯 那 你们坐吧 我去点 你好 看你这样子应该不是第一次出来相亲的 嗯 没看到脑一条了 看得出来 做什么工作的 嗯 在国际 有点像书呆子 哈哈 哈哈 家里有黄有车吗 嗯 吃东西点药 嗯 嗯 嗯 就是 你不是才喜欢的那种类型 哈哈 哈哈 你知道啊 我其实 也是应付家里面 这一次 跟你说真的 嗯 我知道拿闺蜜 不是什么表哥 好 然后 就 来来来 喝点东西吧 我们先 哎呀 先喝点东西吧 你们聊 还有事 嗯 就就走了 拜拜 哦 好吧 好 他怎么走了呢 是不是 带上我们了就 对啊 他能影响到你了 嗯 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也是应付一下嘛 那怎么 不好意思 那那 饿了没有 我们去吃饭吧 那那行吗 那行 走吧 走吧 走 那走 嗯 谢谢 祝食 我去拿菜 好 嗯 菜肯来了 看一下要吃点什么 一起开 这个位置 能做得明白吗 明白哦 怎么明白 看看吃点什么 给我点点个青椒肉丝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美女你想吃什么就点啊 好 我大哥有钱的 美女 今天不好意思咯 乡亲都给你搅黄了 是 没有没有没有 不怪你们的 反正我也不希望能撑 家里面人安排的嘛 就恢复一下 你看长得又有气质 又漂亮 你为什么不自己长一样 主要是现在是想以事业为主 然后也不想结婚 就不怕结了婚以后 生了孩子压力更大 主要的也还是没有遇到合适的 现在这种有政策 生一胎就补七千 生二胎就补一万 生三胎就补两万 如果你生了五六七八胎 生了五六七八胎了 那我刚才找你算了 不用这不行不行 先吃饭 吃饭吃饭先吃饭 吃的习惯吗 要不要加点餐 不用不用 已经吃得很好了 谢谢 吃饱了吗 饱了已经饱了 不要跟我们客气哦 没有没有没有 已经吃得很好了 谢谢 哎小美女儿 今天我好像丢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啊 差一点丢掉了认识你名字的机会 能不能赏给你认识一下 您的芳心大名呢 我也曾经从经过 后台没结果 只能靠一首歌 只能再说我 您的该批识你 我先来帮我 你认识你